大家好我是虫子 今天带大家来到广东上头 这里是西路镇 在我身后这个地方 这里是萧羽木 也是潮汕三姓十足 现在就带大家来这个地方看一下 萧羽木 上头文物保护单位 在视频前面 那里是墓碑的一个简介 然后这边往左边走 这里就是萧羽木了 可以看见这个墓穴 也是非常大的 这个萧羽木是广东草山地区 最为有名的一个墓穴 名称麒麟土火 现在就带大家来这里看一下 麒麟土火 又名麒麟土玉书 麒麟结学之处非常独特 俗土火焰之中 经过几次变化成学心 此墓系潮阳 萧兴十足 萧寻夫妇和藏墓 位于广东省汕头市潮阳区 西路镇沿前村 充九临山西涅山坡 其造法呈现二进阶 墓葬格局 正面宽16.2米 近深15.9米 总占面积257.58平方米 墓葬主体已沙岩构筑 墓碑及济床 维花岗岩石结构 墓碑上浮雕蓄日图案 实际床上刻符 入寿三子 此学习潮善南密之名墓 萧寻生于1152年 福建张州太守 国梁之孙 吏部郎中玉之赐子 举明经 宋端平二年 任朝阳之县 在任清廉秦锦 李贤下使 体虚民情 都做对百姓有利的事 月满后 定居于县城的南桥 金棉城图库内 于景定十四年 一二二一年始始 享年七十岁 朝阳萧氏的始祖 历转三十代由于 波炎一孙 约四十多万 一抹三姓败继的来游 喜萧寻之子 昭元英 回张州 始祖途中染恶疾 滞留客栈 店主夜宫 十分怜惜 严依问谣 得以康复 由于夜宫 只有一女 昭元感恩 与夜宫之女成婚 又因夜宫赘于中时 绿吉夜 中二家五后 恰因昭元有三子 而将三孙儿四三行 萧寻逝时时 三孙皆未成年 又因昭元早逝 逝时前 将孙子托付给师爷 教养成人 这份恩德 萧寻后裔拜祭 寻宫之前 必先拜祭师爷 陈至斋宫 这就是岳敏一代 萧 也 中同为萧氏骨肉的来由 至今八百多年 萧 也 中在岳敏 两地繁衍生息 皆称巨族 萧寻墓 在朝阳也称为三姓墓 为岳敏 萧 也 中三姓十足 萧是后人 知恩图报的事迹 在民间广为传颂 是 所谓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